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唱歌的女孩 是一个流浪的歌手 我给大家简短的介绍一下我的一些经历吧 我是这样 就是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 喜欢音乐 然后17岁那一年 为了减轻我家里的负担 同时也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机会去寻找 就是在唱歌方面有发展 我就一个人背着简单的行囊 到繁华的大都市北京去闯荡 从此以后我就开始了 我漫长的北漂生活 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但是还是没有找到可以唱歌的地方 没办法 为了生活 我就只能做很多我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 我做过平面设计 就是照片的美化工作 当过瑜伽教练 做过美容师 化妆师 摆过地摊 卖过衣服 有一段时间我还在一家公司做过保洁员和厨师 我记得苏云虽然在北京北漂了一段时间什么都干过 最折磨的你的一件事情应该是你的身体 刚才说到一半的时候然后没有继续说 现在怎么样了身体 还行吧 因为之前在北京可能是就是太过劳累吧 就为了赚钱嘛 我当时一心就想着多赚一点钱 然后去到一些专业的机构去好好学习一下 充实一下自己 但是后来因为我身体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 我没有办法就是继续维持我在北京的梦想了 做过了什么 苏云可能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可能更多的你的 就是给我的是很清新很文艺 不是人家烟火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我了解就是出印象对不对 但是听你的歌还有你跟我们的交流是有这种感觉的 就是看到苏云就很好奇她生活当中 特别的好奇 因为她刚才只留下了流浪歌手四个字 我相信观众朋友如果第一次从电视机前看到苏云的话 应该是和我一样好多问好 对 你看刚才江老师这个合作的欲望很强烈呀 没有 这个他就抽时间嘛 已经跟吴老师合作过了 今天人家来换个新的嘛 换个其他的小的 江老师您会戏曲吗 不是你说什么吗 哎呦不他不会的 要不咱俩合唱一个乐剧 大家非常熟悉的天上掉下的林妹妹 哎呦 哎呦 怎么就打中了江老师的那个林妹妹 太适合你俩演了 来江老师赶紧的吧 我就会了那段是挺悲的那段 哎呦你天上掉下的林妹妹那段我倒不会 我会那个宝玉枯灵 我来赐料我来赐料那段 这个苏云更擅长 赶紧吧 不是 我就不知道怎么配合她了 说实话了啊 呃 我上了以后完全不是为了说是 或者配合你这一段 其实就想听你再多演唱一段 多给我们再唱一段戏曲的东西 让我们大家多欣赏欣赏 多了解了解苏云啊 好 一个仙一样的人物啊 没错没错 杰杰老师有这样的 一种意境吗 今天吴老师没来 吴老师最喜欢他了 不是 因为他这个咱老百姓也是鲜鲜的说 你知道吗 你往这个评委谈上一看 你没看见吴老师是不是觉得很遗憾啊 今天吴老师没来 也没有 江老师不也是也来了吗 哎呦 这江老师可爱听了呢 其实我特别喜欢 他这种这个这个这个状态 是因为他刚才夸 我觉得他唱歌特别用心 虽然这首《老百姓》这歌 我们天天听天天听 听得真的耳朵都能磨出茧子来了 但是头一回我听出来 苏云用这么一种方法来演唱这首歌 《都说在老百姓》里呢 轻轻醋涌残涌 那个月呀月光明 老说咱老百姓啊 是那无边的海 那老套沙脱寝 那个俊雅去轮行 教导他谈谷 我与他谈长生 老百姓赞谈彼此 想和我实现 谁只要为了在 老百姓冒幸福 讨好情世千秋 那个晚还在两岸 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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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